欢迎大家收看六度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十年架空的总理李克强 人民为时模怀念李克强 悼念李克强 民间自发官方矜持 李克强去世不会引发政治地震 对中国政府来说 需要担心的是社会僵化和活力丧失 请大家收看 义富贤 李克强去世不会引发政治地震 VOA义富贤 2023年10月27日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促使 其人虽已盖棺 但其正确难定论 至少在人口政策上是不及格的 李克强在担任常务副总理 就负责人口政策 以前普查组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 而2010年的组长却由政治局常委 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担任 我当时对他充满期待 在光明观察发表人口政策欲驾亲征 不能指令回几只野兔 2010年 我在人口政策不如杀出一条血路中指出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 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 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大事已定 应该利用好三个天然台阶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公开信 30年到期 第六次人口普查 十二五规划 于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 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如果错过了这些天然的台阶 今后将很被动 但是李克强显然没有足够的政治魄力 摆脱利益集团的操控 普查显示 生育率只有1.18 意味着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了 但是被利益集团篡改为1.63 2011年4月26日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余学军 普查专家组成员翟振武 被推荐给政治局上课 建议稳定低生育水准 如果在发达国家 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 2010年 普查动员了近千万普查员和指导员 直接经费80亿元 间接成本600多亿元 对财力和人力的动员 相当于和平年代的一场战争 但是这次普查被彻底报废 导致后面的人口政策很被动 李克强任总理期间 挤牙膏地出台了单独二孩 全面二孩 三孩政策 全部破产 成为历史笑话 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 他去世时 计划生育仍未废除 青年潮和政治变革 李克强去世引起了民众的自发哀悼 1976年 总理周恩来去世 引发四五天安门事件 1989年前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促势 成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由于这些历史的记忆 一些人期待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将点燃另一场政治运动 中国当局也如临大敌 其实人口 经济结构和政治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 15-29岁的青年最有生殖力和经济活力 最有政治热情 最具战斗力 将15-29岁人口比例超过28% 称为青年潮 香港在1974年开始出现青年潮 1980年青年比例高达33% 中卫年龄不到26岁 非社会 反殖民统治 民族主义 保调的社会运动 此起彼伏 让港英政府不堪其扰 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签署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台湾和韩国的青年比例 从1966年的25% 上升到1980年代出的32% 31%的高峰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5%以上 民间力量活跃 经济高速增长 民主热情高涨 民运 学运 此起彼伏 两地在1987年完成政治转型 中卫年龄只有25岁 26岁 1964年 中国的中卫年龄只有20岁 青年比例只有23% 1965年开始攀升 是文化大革命的人口学基础 1979年 中卫年龄只有22岁 青年比例超过28% 民心思变 开始经济改革 但青年潮仍然引发了治安危机 中国政府在1983年 启动了未十三年的严打 1980年代 中国是朝期蓬勃 民主热情高涨 1986年 全国发生了雪潮 1989年 全国青年比例高达31% 中卫年龄不到25岁 发生了六四事件 1989年 新疆却没有青年潮 社会相对稳定 维吾尔族在几年后才开始出现青年潮 2009年青年比例达到32% 中卫年龄不到26岁 爆发了七五事件 李克强去世不会引发政治地震 几十年来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政治家 克周求见似的 期望中国重现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 然而 事与愿违 2022年11月 抗疫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 也只是半月而止 中国社会越来越僵化 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 1996年青年潮就已退潮 2023年青年比例只有17% 中卫年龄超过42岁 2040将达52岁 第二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 从1983年的62%降低到现在的43% 国际社会占60%至70% 政府越来越大 社会散沙化 第三 中国政府卑躬舍影 将一切小乱提高到政权安全的高度 就像45岁以上的妇女男怀孕一样 中卫年龄超过40岁 青年比例低于20%的社会 是很难实现政治转型的 2019年200万人参加的香港反送中运动 以失败而告终 部分是因为中卫年龄超过44岁 青年比例不到16% 已进入政治更年期 青年的下降 本身就降低民主热情 而缺乏挑战权威精神的独生子女一代 还需要更多考虑家庭安全 在政府和父母的引导下 成为小粉红 老人碍于现状 而独生子女的父母 还不得不依赖强大的政府提供安全 社保 医保 因此 近年中国涌现出一批 诸如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等拥护政府的群众组织 1989年的学生民运组织是青春痘 是可以孕育新生命的标志 而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等组织是老年班 青春痘不在 老年班常在 老龄化最严重的东北 最拥护政府 东北的今天将是全国的明天 即便中国真出现1990年代 俄罗斯那种动荡 庞大的老人 很快会拥戴一个普京式的强人 来稳定社会 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 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崩溃 藏族人口在八世纪就开始减少 但其政治制度还延续了一千多年 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今后将是小乱不断 大乱没有 对中国政府来说 需要担心的不是政权安全 而是老龄化和青年比例下降导致的社会僵化和活力丧失 中国当局应该有足够的政治安全感 放松社会管控 以增强社会经济活力 提升生育率 人民为时模怀念李克强 德国之声中文网邓郁文 李克强突然离世后 无论网上还是线下 铺天盖地出现的是对他的纪念 在他的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更是鲜花铺满整条街道 这在中共的政治人物里 比较少见 让人想起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时的情景 民间对李克强的纪念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议 这些人认为 就李克强自身而言 既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经济成就 在政治上所做的也乏善可陈 既不敢公开对县体制表达不满 还得作获悉尼的事情 本质上他还是在维护党的统治 对人民表现出的某众廉价同情 反而会麻痹民众对县政权的本质认识 给民众一个虚假希望 这种意见认为 比不值得人民这么怀念他 尤其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怀念 大概在这种意见看来 凡是共产党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前领导人 包括胡耀邦等 只要他们还留在党内 没有公开叛党 他们的死就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 不过 人民这里取这个词的集合意义 显然不这样认为 他们对中共政治人物的情感 是有取舍的 远的不讲 江泽民和李鹏 这两位先前搭档 民众对两人之死 态度就非常鲜明 对前者鲜花纪念 表达一种哀思 对后者自发纪念的 很少看到 如果说江泽民死的正是时候 中国政治的黑暗时代 他本来得不到很多人的纪念 李鹏也就比江早两年死的 然而民众为什么对他怀念不起来 这说明人民心里有感秤 对政治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评判 这个价值评判是基于好人 坏人这种土素的标准 并不以是否在维护中共统治来做标准 因为以后者为标准 会发现 只要不和党公开决裂 就不是好人 而这和多数人的基本认知是不一样的 人民的眼泪并不廉价 从这个角度言 李克强的这次去世 得到人民更多的怀念 与人们未曾料到的突然死亡方式有关 相比江泽民以一种正常的外界 已经预期的方式死亡 猝死的方式 客观上确实能获取人们 对适者的更多同情 何况 李的趣事 从时代背景看 政治黑暗又比之前加深 但这个因素的强化 也是建立在李克强这个人 本身值得纪念的基础上的 人民的眼泪并不廉价 不是所有政治人物之死 都值得他们同情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本身不值得纪念 人民不会去纪念他 就像人们对待李鹏之死一样 李克强有许多局限 包括性格上 也包括理念和政策上的 从性格来讲 偏柔软 没有那种沙发果断之气 在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里 这种性格可能不适合做政治家 难以指挥队伍 推行力度很大的 会牵动各方利益关系的政策 从理念来讲 他有一些做法和政策 未必是对的 即便没有习近平的挤压 比如 他强调 要在中国推行城镇化 而不是城市化 两者虽只一字之差 然而政策含义有很大不同 前者以县城和大的乡镇 为中心来配置资源 后者以大城市为中心配置资源 显然 这是两条不同的发展思路 而从中国来看 应该走城市化 而不是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但是 人民为什么仍然认为他值得纪念 仍然要借纪念他来表达对宪政权的强烈不满 人民不会随意找一个政治人物去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 就说明 要找的这个政治人物本身必须是有价值的 是值得纪念的 而在现今的中共领导人里 再无人在这方面比李克强更合适的了 我们假定 今天去世的不是李 而是王岐山 人们也会表达某种怀念之情 但难以想象他会得到比李克强的更多鲜花 原因在于 外界对王的争议和两极评价要比李大得多 一股清流 李克强是中国政治的一股清流 他让人们看到 即使在中共这种腐化到极点的政治文化里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 依然还是有政治人物不甘堕落 要留一个清白在人间 这抹奖不是要人们 对中共还存有一线虚假希望 而是指出 哪怕在任何一种恶劣的环境里 总会有政治的人存在 从而让人对人类不至于失去希望 李克强是在中共的党文化里出生 成长和接受教育的 他经历过文革 也经历过六四 从上大学17起 就作为未来的领导人培养 应该说试图一帆风顺 直到遇到习近平 按理 这种党刻意栽培的领导人 是党文化和官僚气十足的人物 简言之 其党性大于人性 过去十年 中共政治更有意塑造 这种党文化党天下 培养的是一个个不说人话 只说党化的党棍 然而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中共领导人 李克强看起来 与这种党文化格格不入 虽然免不了 有时也要做党八股式的表态 可以说 在李克强身上 党是失败的 他没有成为党要把他培养成的样子 按照党的期待 去行使管制权 而是还保留人性的本色 说人话 做人事 换言之 没有为了党性 忘掉人性 失去人之为人 政治的本色 他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 如国家是人民组成的 人民好国家才能好 全国还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农民遇到大病 靠自己扛是很难的 没有健康 就没有幸福等 说的都是人话 对人也平易近人 不端架子 没有娇娇之气 更不是一招权在手 便把令来行 人称平民总理 要做到这些 是不容易的 共产党的高官 差不多都忘了自己从哪来 虽然他们嘴上也会说 来自人民 说人话 做人事不易 不贪不服更难 因为前者要唱几句高调 谁都会 然而 要做到真正的不腐败 在中共的腐败 降纲文化里 难上加难 腐败的政治学定义 是权力的不恰当使用 或者说权力的滥用 而权力滥用的结果 在现实当中 当然表现为获取经济收益 以及其他的好处 有没有人只是为纯粹展示自己 有权支配某众资源 获得某众使用权力的快感 而滥用权力 当然有 但是 更多的官员滥用权力 是为取得金钱和其他回报 一个官员在某一时刻 不滥用权力 其实不难做到 难做到的是 在腐败成风 各种监督腐败的机制和制度都失灵 没有什么太大成本的情况下 也不去贪腐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官员自己能够把握得住 有定力 能够拒斥腐败 也难保证或者约束家人 家族不去腐败 我们看到 有些高官能够守住不贪腐的底线 可是他的家人设计其中 最后把自己也牵连进去 但是 李克强一生官运亨通 从他做团中央书记 两个地方的一把手 乃至上调中央 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总理期间 在每个人生的转折阶段 都有大把的贪腐机会 然而 外界至今没有听到 他和他的家族有腐败的传闻 这是非常不易的 何以壮志未愁 李克强或许还是中共最后一位 拥有完整市场经济理念 拥抱市场 主张与人类文明接轨 要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人类 康庄大道的领导人 上台之初 他也曾意气风发 想大干一番 有所作为 提出了一套以强化市场 放松管制 改善供给 创新驱动为主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思路 打破准路限制 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减少政府微观干预 调整国内利益分配 推进各种要素改革 在这方面 他也有许多金句 如大道之简 有权不可任性 凡市场能够做到的 交给市场 凡社会能够做到的 交给社会 公开是惯例 不公开是例外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市场把他的这套 结构性改革方案 称之为 克强经济学 在过去十年 如果按照他这套改革思路去做 中国也许能建成一个 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不是现在的 伪市场体系 中国经济会比现在 更上一个台阶 人民的生活 会比现在好过得多 然而 壮志未愁 只能让人扼腕叹息 十年架空的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是中国改革以来 最弱势的总理 这从一个侧面 反正了中国政治环境 和政治文化 在过去十年的急剧恶化 虽然人类的历史和大方向 是趋向进步的 然而在某个阶段 却总有反复 甚至会有较大的后退 从李克强的座位看 面对这种极其糟糕的 党文化和党天下 他所做的 甚至比不上中国古代 帝制的首府 古代一些朝廷的首府 面对皇权的胡作非位 还敢去据理力争 甚至不惜以身犯上 李克强没有这样做 这确实是他性格中的 一个弱点 然而 据此认为 他是明哲保身 或者干脆和习是一伙的 这种认识就走极端 必须看到 现在虽然不是帝制时代 没有皇帝 然而 中共对国家包括官僚的控制 比皇权还要严格百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